接着上一集更新 在骑车s20接着挑战白十三越野场地挑战这些坡 摄影师多惊呆了 卧槽牛逼 换了一件衣服接着干 黄袍加深让你感受一下外卖小哥的全能还有牛逼 前段时间你穿着这个外卖衣服拍了一些视频 我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网友一些粉丝 问我是不是骑着车松花卖 这里澄清一下其实是我的摄影师骑着车松花卖这衣服是他的 穿上这衣服骑车给视频多增加了一个亮点 所以我也就无所谓 接着看s20的爬坡吧 骑上s20真的让你感觉到动力无限 只要技术好只要够力只管往前压 看完s20我们再看一下s18吧 其实s18是现在目前在售的越野减震独轮车里我最喜欢的一款 这款车相对于s20它的动力要小了一点 但它却比s20更灵活更好操控 如果不是追求极限速度不是追求续航 对扭矩要求不是那么高 喜欢玩越野喜欢玩花式喜欢操控性的 建议选择s18会更合适 对于s18来说 基本上大部分的越野路况爬坡也都够用了 如果你追求速度追求扭矩追求续航 什么配置多想要最牛逼的 那你就选择s20 但个人认为初学者建议还是选择s18会更合适一点 视频最后给我们的外卖小格摄影师点赞 长按点赞还会特效哦 你们可以试试 喜欢我们的作品 记得加个关注再走哦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会更精彩了